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都跟各种强调 你股价创历史新高又锁住涨停 这代表了一个含义就是说 我想这个针对爱普这档个股 不管各位你在什么时间点去做买进的人 全部都是赢家 全部都是赢家 那相对我想针对这些相关IC设计 电动车甚至包装半导体的一些相关个股 我想在这一个波段的一个操作 包括指数 在这个当时在2月22号 创这个历史新高 16579点的一个后续 经过这一趟快速拉回 拉回快接近千点 然后到3月5号 创低 创低那个当下 我想我们这些相关这些个股 全面性 高档怎么样子卖 低档怎么样子买 相关的这些买卖点这个讯号 我想我们全面性 都是事先分享给各位 那我们在事后 再来做这一趟追踪的一个验证 那尤其像爱普这一趟 之前 前面在2月23号 它产生这个高档卖讯 764块钱 那764块钱 我想我们在当时 我想这档标的 我们是每一天跟各位做追踪 长期做追踪 卖讯价位清清楚楚 764块钱 一修正拉回 很恐怖 149块钱 你一张没买 一张没有卖的话 一拉回 一张差了15万 14万9千块钱 后续到3月5号 这是3月5号的时候 我们预告各位回测买点讯号 即将做一个产生 我想各位 你都可以到我们3月5号 我们这个节目 或者是说我们在 我们Pelegram 在当时当天 上上个礼拜礼拜五 我们在当天直接分享 各位预告买点 即将要做一个产生 那各位 你要做什么动作 我想各位你就很清楚了 当然 就是说在3月8号 3月5号在这一边 3月8号买点讯号 665块钱 买讯一到 买到赚到 敢买进了投资朋友 我想在3月8号 我们这是线图都直接都分享给各位 算许 当时都没有后面这一段 当时买点讯号一产生 我想在礼拜一 上个礼拜一礼拜二 你都有充分的时间 用这个价格 665块钱 你都可以去轻松 去做上车的一个动作 那一上完车 我想我们针对爱普 这一趟的一个操作 我们也做过两趟 包括在第一趟 我们在这个3月12号 他趁他当时创高 来到798块钱 我们这一趟先做一趟获利 价差先把133块的一个获利 获利先放口袋 一张你不用多买个一张 你就是13万3千块钱 后续经过连续两天这个拉回 我想我们一样 昨天前天都有预告各位 我们随时会再跟他买回来 那我们在昨天 昨天前天拉回 昨天继续拉回 那当然话 我们在昨天的这个12点09分 他连续两天做拉回的一个后续 我们在前天大概盘下 盘下 昨天收盘 收盘是跌了个8块钱 盘下我们去执行 这个叫买回 重新再做个买进 买进去之后 我想短短也不过才一天 昨天买 今天的爱谱又是锁住涨停 股价做一个实际创高 那创高当然的话涨停板锁住 等于说这一趟昨天买进今天 短短两天又是69块的一个获利下差 这两趟从这一趟的一个操作 累积已经202块钱 一张你就赚多 就赚20万 你就不用多 一张你就赚了20万 你买个10张 我想到今天 不过从3月8号到7月1个多礼拜 200万的一个获利 即将 就要换到各位 你这个口袋里面去 和针对爱谱的部分 那我们再讲回今天这个台课 那就是说针对 我想不管买点 不管卖点 我想我们这个全面性 我们都是透过我们这一套 快打部队 这个智慧型的 这个操盘软体的一个协助 高点 你可以卖得非常漂亮 低点 你可以买得非常非常漂亮 买得漂亮 卖得漂亮 重点 你无论如何 一定要有所本 不就是说 价格差不多 你就该买去买 我想这个全面性 我们的操作就是要有所本 什么叫本 全面性都要有讯号 讯号一产生 我们就透过这个讯号 简单的一个操作 来创造 这样子轻轻松松的获利 该避开 你避得清清楚楚 该获利 你也赚得非常非常开心 一个礼拜又是200多块的 一个获利 那针对这一套软体 我老师 我们在昨天都有预告 各位 我们会在这个礼拜 礼拜五 这个礼拜 礼拜五晚上七点钟 我们会在台北办一场 这个免费的一个 这个软体的一个说明会 我想近期这些个股 怎么样卖高卖低买 高卖低买 我们在这边是列举 像这个联发科 在当时2月29号 卖讯一到 一拉回 卖点一到就是大跌 买点一到 一样这样拉上来 就是大涨 那当然话 针对这一套软体 我老师我们会在这个礼拜 礼拜五 我们会在台北 办一场这个免费的一个软体的一个 这个教学的一个说明会 那这个说明会 透过这个工具 来协助各位 你要怎么样子 带给各位 透过这个工具讯号 让各位 你的获利的一个效率 能够达到一个叫极大化的一个效果 就如同像爱普 到这一趟 大概我们超过十趟 十趟的一个累积 获利都已经超过一千块钱 什么叫一千块 买一张 买个一张 你就赚超过一百万的一个获利 相对于就是说 怎么样带给各位获利的一个效率 极大化 那重点我想 为什么要卖 为什么要买 这个买卖点 到底如何来做一个产生 我想我们一样 会在我们这个讲座 这个说明会的现场 给各位毫无保留 告诉各位 做这个技术的一个教学 买卖点这个讯号 如何来做一个产生 那甚至我们会帮各位去锁定两档 一样 IC设计 墙中之墙 主流中的主流 那重点是说 它本身 像今天很多IC设计 创高之后都在做拉回 那重点我想 今天爱普是拉到涨停 相对于就是说 本身IC设计这个族群 都依然在形成 比较强势的一个轮动 那强势轮动 我想我们在礼拜五 会帮各位去锁定一档 锁定两档 下个礼拜 即将形成一个叫做 翻转 转折 起掌的 这两档的 这个IC设计的 这个标股 我想我们一样 在现场 现场 我直接公开给各位 那你想要跟着 就是说针对我们在礼拜五 晚上七点钟的这样讲座 你要来参加的投资朋友们 我们一样 邀请各位 一样无论如何 排除万难 来直接到我们这个现场 那你都依然可以直接 来电 或者 到我们这个Telegram 点进去 点进去这个画面 那你做一个登记 留下各位的电话号码 那我们会针对 就是说现场 在什么地点 会再用电话 再直接通知各位 你就先完成这个预约 报名的一个登记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就说 在礼拜五 郝老师我们也给各位 来做到一趟直接 这个面对面的一个服务 这针对我们在礼拜五的这样讲座 那当然就是说 我们再讲回今天这个台股大盘 今天台股大盘盘中 一度大跌 这个146点 我想这个元凶在哪边 各位也都知道 就是2330这个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做除息 配了两块钱 那重点 今天的台积电到收盘 是跌了七块 它是严重的一个贴息 参加除息的人 都是套 马上套 那当然话台积电贴息 今天除了两块 又跌了七块钱 收盘是跌七块 当然也造就今天这个台股 开高走低 今天是修正拉回 97点 97点 那重点我想台积电今天做贴息 那今天这个台子起当的话 也做到一趟压低的一个结算 那各位你不妨看一下 大盘月线的一个支撑在哪边 16165 16165 那今天这个台股大盘最低点在哪边 最低点就是16166 差一点 刚刚好回测这个月线的一个支撑 月线趋势依然维持往上 那往上趋势的这种月均线 它通常一样会往上迫的一股力量 所以说我想针对这个盘子今天这个拉回 又是刚好这个台子起结算 那当然的话这一趟回测 我们提供给各位策略一样很清楚 把握回测买点 把握回测买点 拉回一样请各位折优做布局 做上策的一个策略 这大盘的部分 那另外我想 就是说这一波这个大盘 为什么我们可以带各位 避开1000点的行情 赚了最近这一趟又是700多点的行情 我想无论如何 一定是有所本 当时在这个3月4号 3月5号是最低点 3月4号跌了300多点 礼拜五3月5号 又持续性盘中跌了200多点 相对就是说 在这个恐慌那个当下 我们也透过这个 就是说月均线扣底这个观念 很清楚告诉各位 月均线持续性会往上 push再把这个盘推上去 那果不其然 我想这个波段 一样在上上个礼拜 礼拜五落底在15636 后续也一路攻上来 这一趟又是700多点的一趟行情 当时预告各位 你不要去杀低 跟着我们针对 不管IC设计 不管电动车的一些相关个股 卧老师我们再带各位 再赚这一趟 就如同爱普一般 买进去之后 今天又是创历史新高 股价锁住涨停 大盘 阿拿白阿拿白 我想这个一样 大盘你把它当作一档个股 那针对我想今天这个元凶 毕竟是台积电的部分 今天台积电是拉回 拉回7块钱 相对我想 这一路我们每天跟各做追踪 台积电下游支撑上游压力 压力就是他月经线620块钱 那台积电我想后续 只要台积电能够站上 站回这个月线之上 当然这个条件 我们每天跟各位讲 外资要连续买 再加上带出至少6万张的攻击量 我想除了这两个条件 要过这个重压 是有一定的难度 那重点是说 台积电在这个阶段点 尤其在这一两天 它也产生它极短线的一个卖讯 那极短线卖讯 我想我们在之前 都有跟各位讲很清楚 接近月线的时候 你先卖一趟 先卖一趟 拉回有打搅 你再做买进 或者是说 过了月线转强点 你再做一个实际性 买回 做一个加码的策略就OK 台积电的部分 那毕竟台积电 我想在这个波段 从当时2月19号 卖讯653块钱 带各位避开这一趟 一拉回69块钱 后续3月10号 上个礼拜 礼拜三 买讯车做一个产生 这一趟功高 20几块钱 到前天 前天3月15号 今天是3月17号 前天产生它极短线的一个卖讯 612块钱 那当然话 你有这个工序讯号 我想任何一档个股的操作 都能够去带给各位 卖的轻轻松松 漂漂亮亮 买的一样 买的漂亮 我想这个全面性 工序讯号都可以在第一时间 很明确来告诉各位 任何一档个股 你该怎么样子 去区隔它的位阶 留意买还是留意卖 我想这个工序讯号 都能够第一时间很明确告知 那当然话 我想透过我们这一档工序 除了针对这个买卖点 这个策略 能够很清楚 在第一时间告知以外 那包括我想 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就是说 选股 酸股 到底 不同阶段点 你要去锁定 哪一些族型个股来做买 我想这个针对选股的部分 我想一样 透过这工序 都可以很轻松 来协助各位去做这档选股 每一天早上居然能开盘 到点开盘后 工序会快速精确 透过这个严谨的条件 快速做筛选 选出来这种个股 一档到两档 一档到两档 包括在礼拜一的时候 我们就做工序挑出来 这档个股 8089的像康权店 这档标的买讯一到 当天是立马锁住掌贴 立马锁住掌贴 到昨天的这个康权就涨了快接近8% 今天有做一个小幅度压回 全面性一样 高票订出来后 我想这讯号价位都清临足足 你就根据讯号 买点讯号产生你做买 后续就静待 卖性产生 人家执行这个卖的一个策略就OK 那毕竟我想今天整个一个盘面当中 台积电一拉回 那当然我想在今天整个盘面 有一个疫情突起的一个撑盘的一个要角 就是红海 红海今天是领军多头 扮演这个撑盘的一个要角 相对于就是说 针对红海 我想这个讯号有没有出来 那针对讯号的以外 外资连续买红海买7天 今天不晓得 今天要看盘后 外资在昨天之前 已经连续买7天 天天买 已经高达累计118亿 那今天红海股价也来到128块钱 收在126今天去3块 大盘跌 我想只有红海在做成盘 相对于就是说 128块的股价 现在红海持续性创 最近这10年 10年以来 以来的一个新高价 那毕竟我想 台积电在做贴席 台子期压低结算 那当然的话 台股这档压回的话 依然带给各位 还是要找买点 那原先这些主流个股 IC设计 半导体 电动车 我想这个主流角色 完完全全 没有去做改变 那重点 这个节奏点 我们提供给各位 你不能买 只要不动 一样要有买有卖 根据讯号来执行 来来回来的操作 好的股票 你也要好的买点 这个才是各位 你获利的一个保障 相对应就是说 像红海 这个波段 从3月15号 前天买点讯号 到115块钱产生 到今天已经创高来到128 红家军 相关个股 在今天 都是整个一个排面当中 最强势的主流个股 那当然话 为了说我们在今天早上 这个9点25分 就在Telegram 也一样直接提示各位 你都可以留意 红家军电动车 因为红海 最近这个布局电动车 这个雏形也相当成功 那引动这个外资的一个青睐 不断买 天天买 造成这个股价长这个样子 那红家军电动车 不管是说做光电玻璃的 像正达 昨天买点讯号产生 昨天拉到涨停 延续到今天 正达今天还是涨停 实际创高 年车两天中停 2328光宇 一样买点讯号 昨天买讯在41块4 今天一样创高 创高 收盘涨快前进4% 5243的宇胜 我们也带我们会员 针对宇胜去做操作 宇胜买点在68块4 今天盘中有光到涨停 收盘大概涨了快前进 半根的停板 5%的一趟涨 全面性 各位你有工具 协助各位去做选股 跟买卖点的一个决定 这样子的一个实验结果 你能不能大赚 我想这各位好好地做思考 那包括像今天 我想我们这一路以来 来来回回带各位操作 全面性不是IC设计 就是电动车 不是IC设计就是电动车 那重点 来来回回操作这些个股 你能不能赚 我想这才是各位 你关心的 你不是说今天 今天涨停 你就讲这一档 明天涨停 你就讲那一档 我想你针对锁定 去做来来回回操作的这些个股 全面性到目前 都还在做一个创高 那创高的一个实际上结果 各位 你能不能赚 包括像爱普这一趟 我想从3月8号 我们到今天 已经是做了两趟 这两趟 一买 买讯在3月8号 我讲这个当时 3月5号都预告 各位买点准备出来 请各位要留意跟紧脚步 那你跟着我们去做买进 我们在3月8号 9点出头 我们带进我们的会员朋友们 做买进 买讯一到 拉高 9月12号 我们在9点33分 先卖一趟 创高的时候 798块钱 这一趟 133块 连续两天做压回 昨天我们在12点09分 又做一个买回 又做个买回 昨天拉回8块钱 我们又做一个重新回接 回接完之后 今天又是涨停创高 这一趟又是69块 短短两天累计 两趟是202 202块的一个获利价差 后续 我想这个明年实际做创高 创高 我们再来执行 获利落贷的动作就OK 操作就这么简单 前一趟 卖讯一到 做拉回 我望爱普 这个都是赶涨赶跌 那如果说各位 你是买着抱着不动 我想这个很容易 这一趟一修正拉回 这个拉回149块钱 这百分比都是动辄 10几% 20几% 相对 如果说各位 你只会买而不会卖的一个结果 我想这个一拉回 细胞不要要死多少 那重点我想这个有工具讯号 你都可以买得漂亮 卖得更漂亮 前一趟我们在新闻开用盘买进 虽然赚比较少 那问题 一样买得漂亮 卖得漂亮 46块 避开这一趟拉回 回车买点 3月8号产生 我们再做买回 到现在又是200多块 一趟的价差 那包括四星Koy一样如此 四星今天十一星就做个创高 来到这个996块钱 这一趟 一样买点讯号 买讯在上个礼拜 礼拜二 爱普是礼拜一 3月8号 四星在3月9号 839块钱 这工具讯号 第一时间 都可以明确的告知各位 买点出来 这一趟到目前 到今天这个收盘 今天收盘又涨34块钱 又是109块钱 买一丢 你又是十几万的一个获利 3661四星Koy 当时高档 2月23号 卖点在925块钱 它创历史新高是1000块 卖讯925 你避开这一趟 115块钱的一个拉回 创低来到810 创低之后 买点又产生 来做个买回 这一趟又是100多块 联发科赶快 这一趟从买点 买点一样在3月11号 上个礼拜 礼拜四 买点出来比较慢 买点产生 到目前一样创高 今天一样创高 这个价差60块钱 那重点我想 创高之后 这个联发科今天有做压回 如同台积电一般 那它也产生这个极短线的一个卖点 卖点在918块 918 那当然 收本是收到只有928 或差10块 包括之前 卖讯轻临出储 一修正121块 那毕竟我想与联发科这样个股 我们在连续几天 我们的Telegram都很清楚跟各位做强调 联发科一样压力 压力在这个月线压力 918块钱 那它月线是下弯的 那下弯的月金线 因为我们在当时就预告各位 你不妨 拉高 这座已经去70几块了 拉高你先卖一趟 先卖一趟 压回 你再打脚 你再做个回接 因为毕竟月线压力 量又带不出来 相对 这个压力都是压 月均就是下弯的 包括台积电 包括 联发科 我想这态势都是一样 请各位留意先卖一趟 拉回 你再做买 同志 赶快 这一趟回接买点 当时前一趟 前一趟 我们在2月22日 连续工三趟 370块钱以上 请各位 我们一样在当时都卖掉 370块钱以上 卖 高点先卖 卖掉之后 一修正这一趟拉回 拉回超过30% 巧过三下 100多块的一个拉回 这一趟回正买点 3月10号 上个礼拜三 276块钱 到今天还在涨 今天一样 又是29块钱 都已经超过 十几%的一个获利价差 全面性 根据讯号 所以我想这一个股 像爱普来来回合 我们这一趟 这到目前为止 已经超过第10趟 累积的获利 已经超过1000块 买一张 当时第一趟成本是20万 20万对200块开始做 到现在已经800块钱 相对于就是说 来来回回 累积获利 都已经超过100万 一张你就赚了100万以上 相对于就是说 你透过这个工具 一趟一趟来来回回 短波段的一个价差 我想这能够带给各位 获利极大化 包括在上上一趟 买点11月23号 这一趟价差236块 卖掉之后做拉回 前面那一趟46块 卖掉764块钱 这个价位 我想这都价值连成 764卖掉之后 这一趟拉回149 回着买点3月8号又产生 再做买回 这一趟又是200多块的获利 全面性来来回回操作 那针对这些工具相关的一些 不管是说如何来做选股 或者是说这个买卖点的一个决定 我想为了说 我们在这个礼拜礼拜五 会开放 直接来跟各位做个 面对面的一个服务 我们在这个礼拜三月19号 礼拜晚上7点钟 那各位你无论如何 请各位排除万难 腾出各位的时间 那我们在这个礼拜五 晚上的这个7点 我们来直接给各位 做到一趟全面性 针对我们这套软体 最强的一个操板软体 在台北的这场说明会 那你想加入参加 预约报名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来电 或者到我们这个Telegram 直接点进去 做一个预约的报名 好那祝各位每人才会顺利 我们再见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